云林湖外有一间饲料工厂发生了吊篮 坠落意外更造成三死一重伤 其中一名成性死者的妻子几乎恶好 不敢置信也痛疲公安没有做好 不过其他其中业者则表示 一般标准是现在两人陷重200公斤 而事发当时有四个人都在吊篮里头 确实违规超载了 云林湖外一间饲料工厂发生吊篮 坠落意外造成三死一重伤 其中一名成性死者才刚患雇主两个多月 没想到处以外 陈太太忙里忙外处理后事 她在医院做照服员 看多了生老病死 突然接获先生二号 也忍不住说公安太草率 他们做的事太过草率 公安的安全没做到 脸书上成性死者 po了很多唱歌的影片 如今只成追忆 尤其他38岁儿子还在狱中 因为正要申请假释 所以根本不敢让他知道 另一名郭姓死者的儿子 则透过镜头跟老板喊话 18在3号下午 私钥工厂因为之前台风 造成屋顶破损 业者委托钢铁公司维修 两名工人搭乘吊车的吊篮 上到屋顶准备交换班时 因为四个人同时站进吊篮里 疑似承受不住重量 从八公尺高坠落 事后业者被采取三十万 并勒令停工 后续责任归属还要厘清 一场意外 让好几个家庭就此破碎 记者郭建益原理报道